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网红李子柒被模仿成风 不要用你的业余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有你熬不了的苦 拥有千万粉丝的李子柒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子 她既能种菜劈柴 做出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 还能扎染缝织设计美衣美商 甚至还能做出中国四大文房宝物 她不仅火遍了大江南北 拥有众多国外的粉丝 甚至还受到了马来西亚总统的借鉴 于是许多人都很羡慕她 也都竞相模仿她 但结果却是这样的 有个网友本来想学李子柒砍竹 结果镰刀下去的第三刀啊 她的手上就多了一道红口子 直接砍手上了 原来没有多年干浓活的底子和基础 几乎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派出干脆利落 甚至是精准地用刀动作的 有个网友本来模仿李子柒 用葡萄皮给布料染色 布料干了后 居然变成了牛仔蓝色 但李子柒的就没有 原来植物染料是不稳定的 愈酸愈碱都会变色 个体差异也非常大 如果没有多次的尝试和经验 根本就做不好 甚至还有个网友 想蹭李子柒的热度 用挖掘机挖了个游泳池 假装是自己挖的 结果被揭穿后 无地自容 原来啊 无论是堆砖气瓦 还是架房修屋 如果没有点工匠的功夫和本事 根本就拿不出手 也成不了形 也许李子柒的风格 可以被跟风 但你永远学不来的 是她坎坷的成长经历 是她从小在农村生活 积攒了近三十年的经验 是她肯用八年时间 专注在一件事上的认真 和专注 许多时刻 我们总是艳羡他人的成功 其实 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 都藏着你熬不了的苦 受不了的累 挺不过的难 其实所有的一举成名的背后啊 都藏着你看不见的心酸 成不到的痛苦 承受不起的压力 其实 所有的专业背后 也都藏着 成千上百次的坎坷和失败 以及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和执着 不要盲目高估自己的业余能力 曾经有一个节目叫 相声有心人 有一对来自上海交大的博士夫妻 带来了一个自创的理念 叫公式相声 原本啊 他们胸有成竹 甚至抱着 志在必得的心态 想要挑战评委 郭德刚 但是 从这则视频中 我们不难发现 这两夫妇 虽然学历很高 但是他们不仅 嚣张 傲气 而且 他们说相声的水平 连业余的都谈不上 他们的表演结束后 郭德刚 并没有让他们过关 于是 这位男子 怒怼郭德刚 道 今天 你确定不让我们过是吗 那咱们走着瞧 今天你不让我们过 明天 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 可能就是我们 虽然 如今说相声的方式 有很多种 但评价一个人 是否会说相声 最重要的 就是看 他是否能伤眼 显然 郭德刚 如今已经是 相声界的 泰斗级人物了 他的德云社 不仅在国内 大受欢迎 在国外 也是常常爆火 甚至 坐无虚席 但这两夫妻 说的相声 看似读书一致 其实不仅 没有太多的受众 甚至 他们的包袱 也太过尴尬 和僵硬了 可以说 完全 不适合 干这行 后来 郭德刚 在接受采访时 回答道 我们这一行呢 没有一夜成名 我七岁 学评书 九岁 学相声 学了四十多年 都没成功 凭什么 让一个只说 自己爱好相声 但没有实力的人通过 巴顿将军曾说 蠢才妄自尊大 比才能更罕见 更优美 更珍奇的 那就是自知之明 有时 我们常常高估 自己的业余能力 也总是去挑战 别人吃饭 和生存的本事 其实 无论在哪行哪业 都没有轻易成名的人 你看到的是 别人台上耀眼的名气 却看不到别人台下 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其实无论干任何事 想要成为一个 行业的佼佼者 靠的不是嘴巴上的功夫 而是能够硬气 且让人心服口服的 本事和能力 不要低估 任何比你专业的人 作家韩寒 曾在一篇文章里 提过这两件事 韩寒从小喜欢踢足球 他在班级联赛中 拿过全校冠军 在校队踢过前锋和门将 他一度自我感觉良好 在他二十岁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网站 组织了一场慈善球赛 他和几个校队的优秀球友 应邀参加 而比赛对手 竟然是上海一支 职业队的儿童预备队 都是五年级左右的学生 当时他还调侃 要让着掉孩子 结果在上半场 他所在的队 只触球了一次 就被小学生们 灌了将近二十个球 后来在发门球的时候 他的队进球零个 传球成功不到十次 其他时间都被小学生们 占尽了上风 韩寒还喜欢打台球 被称为赛车场丁俊辉 那时他有些骄傲 有一次 他跟中国职业台球选手 潘晓婷打球 原本他以为自己 虽然实力不如他 但是凭借着自己多年 职业赛车练就的抗压能力 和强大心态 还是有机会赢的 当时他们约定 谁输了谁开球 原本韩寒想好了 很多应对的机会 想要做好防守 等到潘晓婷犯错 他再一见封喉 但结果是 那个夜晚 他基本只在干一件事 就是开球 其实所谓的专业 跟一个人的年龄无关的 经验无关 甚至跟身份地位 也无关 有时我们总拿着 自己的三脚猫功夫 去挑战别人的 拿手绝活 最终 除了让自己出丑 几乎没有任何 取胜的余地 有时 我们总是会低估 他人的专业 总带着侥幸心理 等待对方失误 当我们忘了 专业就等于没有 犯错的可能 有时 我们总夸大自己的能力 忽略了业余和专业之间 看似隔着一张很薄的纸 其实隔着的是一座很高的山 不要用你的业余 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有一句话说 三百六十行 行行处状元 但不会是你 为啥呢 因为你觉得自己啥都会 但你肯定啥都做不好 顶多是会而已 每个人一生的时间和精力 非常有限 如果你处处想出风头 最终可能处处都平庸 如果你处处想出成绩 最终可能处处都碰壁 主持人杨岚 曾在两千年创办阳光卫视 但是因为不擅长 商业模式的运营 虽然耗费不少的人力 财力 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最后他决心 安心地做回一名主持人 又重回了事业高峰 作家马克吐温 曾为了发财多赚钱 自己卖书做出版 但是不到两年时间 他不仅因为 不具备经商的技巧 债台高筑 还把自己的写作荒废了 后来他重操就业 成为了世界级的大师 在生活中 我们会因为自己 在某一个领域 取得一些成就 就以为自己可以做好更多事 殊不知 我们一生 只做好一件事 就足以立身 足以立功 甚至足以大获成功 有时 我们会因为别人的成功 而眼红 想去分得一杯羹汤 甚至想要霸占 所有的好处 有时我们会因为 别人的优秀而极度 想去做别人能做的事 去取得别人取得的成就 其实 但凡在某一行 做到高手的人 就一定有他成名的道理 所谓 没有金刚钻 不懒此去活 不可能盲目地 去投机和取巧 每个人都有自己 不同的天赋和潜质 也有自己不同的优势和劣势 你只需要 在自己擅长的事上 不断地去细做 不断去生耕 才能借由某一个绝对优势 达到别人 无法企及的高度 但如果你太过贪心 太过好强 甚至不断地去尝试 原本你不适合做的事 那么你最终 不仅会事倍功半 甚至是得不偿失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感谢大家的观看